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新东方网络课堂 现在我们进入到第40课 课文的单词讲解部分 我们先看第一个重要词汇 Signature 这个词啊 我们最熟悉的词呢叫做签名 它的另一个名词结构 Signatory 叫签约国和缔约国的意思 所以你看我们这样去说 The signature is to a treaty 缔约的各方 但是注意 Signature除了当签名以外 还有一个含义叫做标记 你想签名是代表什么意思的 只要你一签下这个名字 我就知道是谁签的 就像一个节目也是一样的 比如有的节目 他放这样的一个曲子 只要一放这样的曲子 你就知道是哪一个节目要开播 这个叫做Signature Team 叫做信号曲 那么另一块呢叫 比较简单叫Petition with 4000 signatures 一份有4000人签名的请愿书 这都是比较简单的 但是这个词 大家关键要注意到它的一个词 就是那个信号的意思 等一会儿在文章当中 大家也会发现 咱们这个文章里面 就指的是信号的含义 好 我们看下一个 Execute 这个叫做高雅的 它的搭配一般是这样的 Execute manners 优美的姿态 an execute piece of jewelry 一件精美或精致的首饰 Execute pleasure 非常大的乐趣 就是这种比较高雅的乐趣 还有另一块叫execute pain 这个叫剧痛 什么叫做高雅 什么叫剧能 为什么会这样讲 非常简单 高雅的意思 就是它的分寸拿捏的特别细致 不是那么一大片 它是特别特别的小 特别特别的让人感觉到 有一种深刻的感觉 所以你看下一块 Execute pleasure 极大的乐趣 就是让你感觉到 你的这样的一种触发的点比较深 那么一个道理 Execute pain 触发点比较深的痛 那当然就叫做剧痛 所以这块呢 大家应该注意到的是 要理解成为Execute 把它应该理解成为 让人感觉到特别深刻的那种 这个词叫做Execute 好 我们继续 它的反义词 比如像我们所说的course 粗糙的 比如像我们所说的course imitation 粗糙的或拙劣的仿制品 那你可以想 一个真品的东西 那它肯定是做的 让人感觉到印象深刻 粗烈的 那当然指的是叫course 另一块叫crude 比如我们老说的叫crude salt 粗盐 那你想我们大家所吃的盐 叫做精盐 另外一块叫做ratchet 这个叫粗糙的和衣衫褂褛的 你看我们说叫ratchet man 当然我们一般的人都穿的是 相对来讲比较精致 所以你看这些词汇呢 就是它的反义词 好 我们葬下 那么下一个词呢 是我们所说的叫做maturity 它的含义叫成熟 成熟这边呢 我们有一些词带需要知道 比如像adult 当然也可以叫adult 比如像我们所说的an adult animal an adult plant 已经长成了动物或植物 另一块叫做mallow 我们所说的叫熟透的和甜的 像我们所说的mallow grapes 你看我们叫熟了的葡萄 当然是甜的了 ripe 当然可以说a plain ripe for execution 随时准备就绪可以执行的一个计划 都叫做熟 但你有没有注意 这个熟它呢是搭配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继续 下一个词是这样叫 gravitational gravitational这个词呢 我们一般的人不是特别熟悉 但是你要去理解的是 gravitational 这个词汇啊 在文章里面呢 它指的是叫做重力的 你看这时候你会发现 它的同根词 像我们所说的 什么叫重啊 你看我们这样去理解一下 aggravate 加剧和恶化 aggravate 加剧和恶化 比如我们所说的 aggravate tensions 另外一块叫做grievous 严重的 grievousness 当然叫做恶好 所以这些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我们在重点词汇这边呢 我们就今天呢就先讲解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